而且我之前就有一個理論 就是在運動的時候發現 就是覺得很像真理 就是我覺得任何人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背叛你 運動他絕對不會背叛你 你只要做一下你就會長一分肌肉 就你做多少就有多少 絕對不會負你你知道嗎 這個動作這個運動是超公平的 對 好推 我們今天代言運動實在是很称奇 可是我們真的 因為我們三個人真的都有喜歡上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也很希望小朋友 可以從小就可以建立這個運動的習慣 因為這真的對你未來是好事 你姐姐們都算是 有一點年紀之後才開始運動 我覺得就是 要是從年輕的時候養成運動的習慣 現在可以做更多不同種類的運動 會有更多的成就感 對 三個人要不要分享一下 你會做什麼事情 我自己的話 範圍是很廣 我會打雨球 也會騎腳踏車 然後有跑步 然後NPC有在做 所以算是 呃 有氧的無氧的都有在做 算是蠻全面性的運動 我都是上健身房比較多 我喜歡就是 呃 因為我喜歡線條的展現 她喜歡發出像剛剛那種叫聲 就是在健身房大家都會聽到嗎 沒有啦 我在 健身房是那種 那叫什麼低名喔 嗯 悶住的 悶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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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 可是 其實在健身房是因為我有請教練 然後 那教練都會給我很正確的觀念 所以我在那個過程當中 也可以學習到很多 就會知道說 你要怎麼去建立你的肌肉 然後你要吃什麼 才會長什麼這樣 長肌肉之外還可以長知識 對 嗯 呃 我就是之前有上過瑜伽課 然後要不然就是去健身房 就是跑個30分鐘的有氧 嗯 然後也是做一點簡單的重訓這樣 嗯 基本的 我都喜歡欸 但是 像 因為我跟老公有共同的興趣就是 打瑜球 然後 之前我開始 騎腳踏車之後 我也特別幫老公買了一台腳踏車 想說我們可以一起騎這樣子 所以跟老公一起運動也很快樂 但有些運動像瑜球一定要四個人才可以的 就是要 可能要加朋友一起 我自己不一定要跟老公一起 因為我們時間不一定對得上 因為我通常都是下午的時間去運動 那老公因為要上班嘛 那所以我就會自己安排這樣 所以沒有一定要有那個結伴這樣 對 可是假定 可否 就是